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每一刻都摘归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产险跟我们的关系可不比受险 不密切 我们看我们家里的住宅火险 或者是我们每天在使用的契机车 或者我们在路上走会遇到的契机车 这个都是产险公司 帮我们承担了非常多的责任 当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强制企业责任保险 我们今天要为您关心的是 在强制企业责任保险里面 特别是跟酒后驾车有关的这一块 在我们台湾民众来讲 只要我们看到一个跟酒后驾车造成的车祸 有关的新闻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痛心 特别是我们如果从受害人家庭的角度来看的话 会觉得喝酒开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恰当 而且真的很罪过 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专家来跟我一起讨论 介绍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些基本的数字 首先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台湾虽然说讲到酒驾 2014年是说是近20年来的新低 可是死亡人数也有到169人 今年的1到7月有87个人因为酒驾身故 也比去年要来的少 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总的来看 我们一年至少要有542个家庭 因为酒驾造成破损 那不管是开车的人或者是受害人 这个造成的这个家庭的伤害都非常大 那这个数字呢 如果我们要看说是酒驾造成破碎家庭的数量 就是这个数字的2到3倍这么多 因为每一个车祸里面都会有开车的人 或者坐车的人等等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 酒驾的平均理赔金额要到18到25万 那如果不是酒驾的话 是少一点4.6万到15万 这表示说酒驾造成的损失呢 是非酒驾的4到5倍 好 那所以酒驾造成的伤害呢 真的是非常的大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呢 我们今年1到7月呢 取缔酒驾违规一共有6万多件 移送法办的呢有3万多件 那酒驾累贩比例高达38.86 而且近四成的年龄呢 是集中在30到40岁 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 节目当中的两位来宾 我们非常感谢 禅险工会的车贤小组的 理赔招建丁荣光 丁招建你好 主持人好 电池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呢 也是车型理赔小组委员 华国道华元好 主持人好 电池观众前的朋友大家好 两位呢不只是要做很多的这个车型的理赔 我想在宣导方面做得更多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从强制成型开办到现在 我们民众从不了解到慢慢慢慢的 要不断的去认识这个贤重 因为跟我们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酒驾 我觉得最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是这个累贩 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取缔 或者说怎么罚 那就是有人要不断的在重复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 保险公司其实某一个程度也扮演一个门槛 比方说我就是一个累贩 我经常就是这样 而且我记录很差 那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要来投保强制车险 或者说我要来投保任意险 要加酒藏险 你们会接受吗 这部分来讲我们分两部分来看待 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本身来讲 汽车所有权人他都会有投保的义务 而且他在不管你在什么区间 你要保持这个保险契约的有效性 所以是在这个强保保第六条里面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基本上保险公司对于有关这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你说酒醉的这个累贩他来投保 基本上还是要来跟他承保 这是有关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这一部分 另外有关在所谓任意第三人责任保险部分 就是商业保单这一块 基本上这个就是会属于核保在评估的一部分 如果通常针对于这种所谓的高风险 或者是这种累贩的这种酒驾的话 基本上除了有加费的一个基础存在之外 基本上也可以把它筛选掉所谓聚保的一个对象 我想这个在一样在属于汽车保险里面 在强制汽车跟任意汽车保险里面 两个部分的一个合保的对象 或者是要承保 或是他可不可以选择的 这个部分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的 讲到这累贩我们社会上比较常听到的 可能包括西式毒品 比方包括性侵 有的人真的是这种累贩 还有我们今天在讲到的喝酒 那也许是成瘾 也许是习惯不好 也许是其他原因 那既然像刚刚华元讲的说 强制涉险不能聚保 在那一端一定要保进来 那后端呢 前端没办法了 他一定要进来 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后端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 至少要协助我们整个社会大众 或者警政署达到 让事前酗酒开车的数量尽量减少 那后端可以做什么 其实我这边再补充一点 就是强制汽车车门保险 之所以说 这个他是累贩 就是酒驾 这个犯了五次六次 为什么不能拒绝承保 其实他是为了保障 这个车祸的受害 如果把它拒绝了 我们这基本保障都没有 所以我这边再补充的说明 另外的后端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礼赔的时候 如果你酒驾的话 那我们还是要对这个车祸的受害的人 进行这个赔偿 那只不过就是会根据你的这个酒驾的责任 我们会来代为求償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不要认为说好像你有保了 其实呢 我们是赔给车祸的受害人 接下来赔完以后 我们把你的工资 要跟你这个加害人 那酒驾的 要去这个球场 所以还是不行的 我刚刚拿到了这个手版里面 有提到一个取缔酒驾 一个是移送法办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什么时候是取缔 什么时候是移送法办 这部分来看的话 依照这个交通法规里面的规定来讲的话 如果你这个取缔的话 你超过的 比如说现在 夫妻酒精含量是0.15的 到0.25这一块来讲是取缔 那超过0.25以上的话 属于犯罪行为 那犯罪行为 这一块就是要去移送 移送的这一块 因为它会造成他人这个伤害 所以就是差别会是在这个地方 有它的酒精含 这个测的含量不同的部分 会有这样的不同的 所以以我们刚刚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就今年一到七月 被取缔的就有六万五千多件 对不对 那被移送法办 就到0.25以上的 就有超过一半 那表示我们这个民众 真的是爱喝酒开车 真的爱喝酒开车 那我们在今年的3月1号开始 有做了一个调整 对不对 针对这个酒驾的人 有加费对不对 我们酒驾是有加费 强烈时间的话 我们就是酒驾一次 就是加2千亿 那是被取缔的时候吗 被取缔的时候要加 你是隔年要投保这个盗期 但是就被取缔的人要加2千亿 是我们是按照车 按照车子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去年有这么多人被 是 有这么多人被加2千亿吗 意思是这样吗 不一定它有的是 车子不是 不是自然人 它可能是撞坏了 没有在投保 所以它那个比例不是完全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对象就是用被取缔的人 不是移众法班 对不对 就是只要被取缔 警察取缔 我们这个的话 它是只要你有酒驾被取缔的 这种的话 一定就是会给你酒驾加费 一次就加2千亿 2千亿 两次就4千亿 三次的话 继续加上去 好 所以这样子如果真的落实的话 也蛮可观的 其实这个真的落实的话 对 我个人知道 因为我调过很多地方 尤其在中南部 我在想想 我当时调的这个在台南 尤其现在很热门的这个县市 台南 台南 那真的是风气 这个不能讲台南地区不好 这可能有一些犯政治化 地区的大家比较热情 那服务员也比较大 不像台北市 这个三两部就看到警察 他那有时候服务员比较大 警察没有那么多 他可能还是忘记了 还是会喝酒 另外一个就是 服务员很大 他喝完酒怎么回去 不可能叫他骑假的车回去 他可能就有这种习惯 这是地区的习惯 我想请教的是说 被取缔的人 那个资料 产品公司怎么会知道 你们跟警察单位是怎么连结的 这个我大概补充说明一下 有关于这个取缔酒驾 这个记录的话 基本上警察机关会把它上网 那保险公司的资料来源 是透过保险发展中心 那每年他在投保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这样的记录去查询 除了说我们保费计算里面的 这个造势加减费以外 又有一个记录就是所谓的 这个酒驾的一个记点 那他上面有两个资料 会去比对确定到之后 我们就是依照这个记录来做查询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逃不掉的 理论上绝对逃不掉 因为我们强制器的资论保险法里面 有法定的名文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 就是强制器的资论保险法 相关的一些资料 相关的单位 是要提供给我们的 所以他是没有问题 逃不掉 好 那当然如果是 我们自己家里的车子 那很清楚就是我们家里的车子 那什么被保险是谁 可是如果是公司车或公务车呢 到底是需不需要受到这个 酒驾加费的规范 或者万一真的要加的话 是要加谁 不加的话又是为什么 休息一会 回来 往看 就给你 当命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认真去追 我们喝酒后开车 感觉上也许不一定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是我们从统计数字上来看 我们全台湾一年就有500多个家庭 因为有人酒后开车 造势使得500多个家庭破碎 那如果我们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万一万一我们就剩个500多个家庭里面的一个 那真的是亲何以看 那就算我们不是 我觉得从一个同理性的角度去看 我们也应该真的要非常慎重地看 这个酒后开车的问题 那我想请教两位就是我们刚刚讨论 如果是自然人 也就是说个人的话 酒后开车到底是要找谁 很清楚嘛 可是我们有非常多公务车 或者说公式车 法人车 那这样的车子 加费要试用这个 通通都是要加费的 有关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加费基本上 它的一个加费的对象是 刚才提到 如果是自然人 就是个人的部分 车主是个人的话 就从这个车主的一个 祭典的一个取缔的记录去计算 那如果是法人 这公司行号的车辆的话 基本上它从这台车 从车 比如这台车有三次 那这台车就要被加三次 而不是这家公司 所有的车都要被加三次 可能再来讲 对这样的公司来讲 负担上并不是那么的公平 这是有关在这个 加费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加费的车辆种类里面 除了机车以外 除了机车以外 其他车辆都会被用这样的方式 计算到加减费的部分 有关这个照酒后加车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刚刚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个人的车 你有几部车 就要乘几部车的意思吗 是的 假设以我的名下有五台车 我其中有一台是 因为我酒后开车的时候 然后被记点了两次 每一台就要加4200 再续保 强制骑车车辆保险的时候 每一台 当部车续保的时候就要加 对 这要特别提醒电视机前面 我差点要讲抢钱 这个观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 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定 其实他车子是死的 人是活的 所以我有可能哪一部车都去开 像我就有好几台 那个车子我就要特别注意了 哇这个小心 这个不要被任何一台 我们包括强制骑 包括我们的任意骑 你只要有其中一台车 只要有造势 你其他台车 保险通通是要加费的 不是说只有强制骑 所以大家都特别特别注意 很多有时候你去买车的时候 车上sales他是知道车 他不像我们这么了解保险 要特别注意 他常常会说 你这个撞到了你就要爆出险了 你可能要审慎评估一下 到时候你爆出险的钱 你还不如你加费的钱 比你爆出险的钱还多 要特别注意要提醒大家 刚话言提到说 机车没有适用 对不对 假设我没记错 丁少奇你是重机的爱好者 对吗 重机是用车子的规范 还是机车的规范 重机我真的要特别说一下 他在行驶道路是按照汽车的路权在走 他在保险的时候是按照机车的规格在保险 但他保费是比较贵的 等级是比较贵的 所以如果你有两部重机三部车 万一你酒后开车被取缔 你是加三部 汽车 那两部重机是不用赚进来的 没有重机没有造势加费 那我们晓得车险的加费里面 有一些是每一年会累积 对不对 我有个记录可能我就会往后累积 那这个酒后开车的加费会累积吗 就一年结算一次 下一次从头开始 重新做人 还是就一直累积上去 有关酒后驾车这个祭点的话 是看前一年 他以前一年的祭点数来看而已 他不会说累积我三年 四年 五年 不会 他只看我要续保 或是我投保的前一年的一个记录而已 所以我如果隔年统统没有这个记录 我就是一个新人 重新做人 重新开始了 我们还相信他 好 目前我们这个备加费的车辆 就是从三月号到现在 还不到一年 去年 去年的三月 去年三月号到现在就一年半了 那这一年半来有多少车子 因为大家应该都已经续保过了 对不对 是 一年下来应该全部都已经续保过了 基本上他只要前一年有的话 通通会加到 对 都已经有了 那有很多车辆被加费吗 有 只要他有资料 他有来跟我们投保 按照我们的规范的话 通通都有加费 不能讲蛮多 按照比例上其实是通通都会加到 因为我们这会减和 只要他有警政政单位有记录 我们都会 没有加费的话 你们会被主管警官罚款对吧 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对 那如果没有加费 那就表示你没有符合规定 那我们强制检的话 它是一个公督民办 我们都按照政府的单位的规范要来做 可以被解释为价格竞争 我讲的 没有 强制检没有价格竞争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好 那当然我们就很好奇 从这个原因进来的保费 因为一次就要2,000亿 可是我们强制检业保费 其实还蛮便宜的 可能一年也不要 一般的质量可能1,000出头而已 所以光是备加费就要比整部车保一年 要来得多 所以这样子进来的保费 有没有专户 专款 专用 或者是有其他的用途吗 有关这一部分加收进来的保费 基本上它是属于 目前来看是属于强制检任保险 保费计算的一部分 所以它是跟整个保费一样 在一个各家都有独立 经营的保险公司 都有独立的一个会计科目 独立作账 所以基本上它一起在这个账户里面 一起依照法令的规定的一个使用方式 在做使用的 是都一样专款专用 是没有特别的 那都是在续保收 连同正常保费一起收 如果那一账不缴就可以吗 会有什么结果 强姐 你一定要缴 我们才会给你保卡 就只有缴正常的强制车险 但是加费部分不缴 这样子会怎样 没有办法收 没有办法制作保单 如果说有的车主觉得说 那我换一家公司去投保 通通都一样 不管到哪里去 那个进入都会跟着去 都是跟着 好不掉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机车还没有加入 但是其实机车车主 也是有可能会 酒后开车 对不对 也是有可能会造成 它的乘客 或者是别人的伤亡 那为什么机车没有加入 以后有可能会 机车车主被要求 因为机车的话 强制车保险的一个保费 目前它并没有造势加减费的 一个因素存在 都是每年固定的 轻型机车 重型机车的计算方式 所以保费在计算过程当中 我们也为了要让这庞大的 这个机车组 投保能够便利减便 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寄收保费 当然最重要是提高 它的一个投保率 为了要快速方便 来计算这么庞大的 一个机车组的一个保费 所以在它的基本保费里面 并没有去做加减费的情况下 所以目前整个 酒后这个罚则 这个祭典的加减费 并没有放在机车里面 那未来是不是这样子 那看未来整个发展 并不无可能 我们要赶紧考量进来 这样的计算保费的一个部分 所以目前的一个做法是这样子 因为费力在考虑上 要制定看它的成本 那我们每一台车 你要投保 都要去查查看 你有没有酒驾 那个是有成本的 那成本的话到时候 什么都给它加费票 因为我们这三百万辆 这个机车 那个成本是很高的 那还干脆不要 你这个加的费 还不够去付那个成本 那到目前为止 这个酒驾加费的成效 看得到吗 因为这样做的目的 当然就是要遏止 对不对 其实酒驾加费成效 看得到 我还是觉得很心痛 那个有六万多件的酒驾 那其实还有很多 都没有被抓到的 其实很多 大家其实社会大众 大家都知道 有的都很多 很多都是造事以后 这个人跑掉了 像我们很多这种案件 车子在现场 人跑掉了 结果他说他没有造事后逃逸 因为车友在现场 实际上 这特别跟电视机前面的 观众我们特别说 车子是死的 会跑掉的是人 所以人跑掉 你就是造事逃逸 像这样很多 他酒驾他就跑掉了 你也抓不到 这我很沉痛的就是 还有这么多 所以你说他成效好 我只要有 我就觉得成效是不够的 应该还是要继续努 加费加的不够多吗 这个其实我们保险加费 也是其中之一 其他的另外在交通监理单位 还有其他政府部门 应该有其他的一些作为 会 我觉得会更适当 因为只有靠保险加2100 他罚款 就罚了好几万 他不能讲不怕 他就不记得 对不对 可能其他要 像其他国家有的甚至 马上就把你先扣住 先关三天等等 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大家再想想 其他的一些办法 我想除了 这些办法之外 最终还是我们自己 观念的建立 讲保险当然就是说 怕万一 我想如果这个想法 大家可以建立 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之下 少喝一点 我觉得对我们整个民众的 安全都是好的 那如果你有投保 强制车险 可能你每年在 收到这个续保通知的时候 也许你会发现说 我今年的保费 好像比去年来的贵一点 或者也有可能便宜一点 那为什么呢 休息我们 我们过来请到转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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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我们刚刚讨论说 虽然机车它没有适用 这个酒驾加费 但是我很好奇想请教 两位来宾 我们对这个机车 车主 汽车 就是酒后汽车 警察有取缔吗 有 警察 当然会取缔 也是有罚款 一定会取缔 有罚款 也会罚款 一样的 是 所以还是不要 因为没有加费 就放心起 我特别要说 它不会因为你是摩托车 还是汽车 还是什么车 通通都是会罚的 那提醒大家 其实汽车车也有罚则 只不过大家一般不太了解 通通通是不可以酒驾的 是 好 基本上它都是依照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来处罚这些用路人的部分 如果你有违反这些规定的话 就是一道道路交通规则 处罚条例 里面来相关罚者 所以没有车辆种类的一个分别 所以我今天开车 才有被检查 这凌检的一个机会 我今天骑车可能就没有 不是 我想想这是所谓 所以社会大众大建 应该了解清楚 说我今天只要用路人 基本上就受到这样的一个 被凌检的一个机会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每一年续保的时候 我们接到应该缴费的金额 有民众反映说 怎么跟去年不一样 那会不一样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2000亿的加费之外 我这边有一张图表 可以比较清楚看到是说 我们强制切责任保险的保险费用 基本上的话 它是有四个因子在做计算 第一个 如果我们先看它车辆种类 不同车辆种类 也不同车辆的一个基本保费 第二个就看它的年龄 不同年龄不同档次的费用 第三个就是男生女生 男生女生不一样的一个保费 再来第四个参数就是所谓的 汇率等级 汇率系数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造势加减费 比如简单来讲 我今天没有投保记录的人 我今天开始投保的话 或前一年查不到记录 或是我投保的话 我用第四等级 基本上是 是所谓不加不减 那我们通常我们用最多的 一般社会大众最多自用小客车 那到三十六十这个档次最多 所以基本上男生的话 一年的保费是 现在是1398 女生的话是1318 女性稍微便宜一点点 但是当我隔年续保的时候 假设我没有造势的话 我会等级会减一点 变成说我会来到第三点 那一样对照我的保费就可以去图看到 那最多减到哪里 最多减到一 如果每一年都没有 假设说这样来看的话很简单 就是三年无造势的话 你的保费一定就是最便宜那一档次 好那反过来看的话 我在试的时候 我在这个基本保费的时候 那我造势一次了 那我要续保的时候怎么办 加三点回到七 那你就对照你的保费 那一样最高它会加到 你加到十 所以你到十的点数里面最高 以后你可能 你有持续造势的话 你的保费就是会在那个档次里面 所以这大概一个简单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 强制性的保费里面 参考的四个因素就是 第一个就是车量种类 第二个是年龄 第三个是性别 第四个是你的造势加减费的 一个点数 急速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最优良的驾驶人 等于是可以打七折 对 大概是这样子 最糟糕的就是加一倍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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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刚提到说 以我们这个酒精含量的不同 如果是0.15到0.24是取缔 违规 违规嘛 對不對 那如果超过0.25 就算违法 对不对 所以就要移送 好 那在理赔上面来讲 以强制测险的理赔来说 这两个区间会不同吗 它会有一些 我没有整理 这边来讲的话 一样 其实我这边也整理一张所谓的 酒精浓度对保险商品给付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这边大概几个面向来看一下 以强制测险来看的话 我们把它分成受害人 受害人跟这个加害人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今天分三档 一个是0.15以下 基本上你在这个0.15以下 保险商品基本上它都是属于正常 当作没喝酒 对 当作有喝等于没喝 吃姜母鸭 但是0.15以下 你要达到这个标准 你要留意 人的体质不一样很快 你就超过0.15 那当你0.15到0.25这个区块的时候 那就会影响到保险商品 在理赔上的一个差异 以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今天有受害人 就是我交通事故里面受伤的人 这个强制测险里面也有定义 那基本上它是可以得到理赔的 但是再来超过0.25以上 就是犯罪行为 那这个比较特殊一点 以加害人受伤的人 你基本上来讲 他有一个状况情况 就是说强保法28条规定的受害人 只有两种情况 没办法得到理赔 第一个就是犯罪行为 第一个是故意行为 你拍出这两项的话 基本上他都可以得到强制 其实责任保险的保障 但是其中我们刚才提到 有一项就是酒罪 容度超过0.25以上 因为刑网185之3 已经修定了 它是犯罪行为 如果你超过0.25 你的肇事责任又是100% 就是说今天发生这个事故 是因为我酒后所引起的责任 所致的 所造成的 责任是100%的情况下 那很抱歉 你就跟这个所抵触了 你就属于犯罪行为 所以我如果 我0.3 然后我撞上丁造型人的重机 受伤的是我 受伤的是我 那这样的时候 我是没有得到理赔的 是这意思吗 如果都是你100%的 对 都是我 就是我撞到你嘛 你没错那我撞到 所以这个角度来讲 即使是强制车险 也不能赔给我的意思吗 是的 这是有关在受害人这一部分 如果是有关加害人的部分 就是我开车 我行为人撞到造成对方受伤 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这边有提到 0.15下刚才提到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0.15到0.25呢 赔付后 我们会去办理追偿 是 就是违反29条规定追偿事项 那超过0.25以上 你除了犯罪行为外 一样我们会赔给受害人 然后再跟你这个加害人去做追偿动作 所以这个是 这个强制险的部分有这样的差别 那另外当然商业保单里面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也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来讲它属于不保事项了 你只要超过酒精浓度的这个标准值的话 基本上在保单条款里面 都会被所谓排除在不保事项里面 所以这个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但是坊间上有一种所谓的责任险里面附加 我有包加一个附加条款 叫做酒藏险 那酒藏险基本上它所能够得到 这个保障的在是0.15到0.25以下的这个range 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保障 超过的话也是属于犯罪行为 因为犯罪行为是不能用保险来做得到保障的 所以超过之后 如果你经过法院的一个刑事判决确定 保险公司赔完之后 会请求你返还这个保险费用 会要求你返还我所支付给受害人 对照的这个理赔金你要返还给我 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在车体险的部分 车体险很抱歉 这也是属于不保事项的部分 你只要超过0.15就会处于不保事项 这个就排除不保了 所以基本上酒册值的话跟不同商品来讲 基本上它是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所以还是要留意 基本最好就是不要喝 不要喝酒 你要喝你要控制金主因 你再0.15以下 这样都会没事 喝酒就是不开车 开车就不能喝酒 好 一直讲0.15多少 但是我们这搞不清楚 到底我喝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就会到了这个点 我们休息一会再回来看看 欢迎回来 我们来宾一再呼吁说 最好是喝酒就不要开车 要开车就不要喝酒 但是我想可能我们有时候跟朋友客户 吃饭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喝一点 那到底喝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超过0.15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警察大学的研究 以60公斤的人来讲的话 喝了一又四分之三品啤酒的时候 或者三分之一品红酒的时候 或者是十分之一品烈酒的时候 酒测就会达到105毫克 0.15毫克 但这个我觉得也跟我们酒测的时间有关 就是我喝酒后经过多久 但是安全来讲 喝一瓶啤酒OK吗 其实都要因人而异 其实喝了酒真的都会对那个会影响 判断什么 这边其实有一张表也可以来说明 可以说明一下 其实这边也是警察大学的资料 我们引用它的资料来看待的话 你说酒测值0.15以下 基本上它对一般人造势的比例是正常值 超过0.15的话到0.25它会受影响 那到0.25的话 就会是危险就是一般平常正常的人2倍 会到2倍 那0.4的话就6倍 所以通常我们以往的这个是0.55 0.55的话这造势的比例的话 就是一般人的10倍 所以说酒后的影响基本上它是一个统计值 但是其实它对于我们在所谓操作动力机械这一块 其实它会因人而异 这是平均值 但相对很多人是不胜酒力的 或是有些人 其实像我本身来看的话 我喝两杯 我可能就已经会受到影响了 那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东西 这是个参考值 所以还是呼吁建议说真的喝了之后 还是不要喝 那如果你要喝的话 就是不要去使用这个交通工具 对自己 对家庭 对社会 对大家都好 我想这是大概影响的程度 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个 像警察大学它统计值来讲 基本上我们就觉得是可以 还是可以值得参考的 因为它影响对人的危险性 以前是0.55都已经10倍了 更何况以现在的要求是0.1 但还是不要喝 我是建议是不要喝 好了 可是如果真的喝了 最好要休息多久才上路比较安全一点 哇 这个其实很多纷争 法院其实之前有很多的判决 那也都是用一个平均值 有不同的方法 那包括这个喝了以后 然后不幸生故的 那它体内还有一些酒精的作用 那有更非常多的学者 有很多的专家都有做这样的研究 那我我比较建议 时间是会绝对是会替代 这个所谓代谢所谓这个酒精的 但是不要认为说 你这个喝了 然后就等久一点 然后我们很多案例都是 昨天晚上喝的 前一阵子才有一个 昨天晚上喝的 就妈妈把它叫起来去买菜 然后骑出去就被抓酒驾 这个儿子是要骂妈妈呢 还是要 这是要特别注意 不要认为说酒精是经过时间可以代谢 但是特别注意就是 喝了酒你就是不要去开车 甚至隔天 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有宿醉的问题 因为很多酒驾是在晚上 还有星辰上班的时候 有很多我们这种案例 是前一天喝的 还在宿醉都超过0.15以上的标准 您刚刚有说在0.15以下 我们就当做吃姜母鸭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民众可能会接触到的食物 或者说是含酒精的饮料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什么 那真的会超过酒车值吗 原则上你吃一点点是不会 但是你只要喝一碗 像我们有案例 他有喝一碗 然后喝两碗汤 什么汤 他其实都是用 甚至用是姜母鸭或药炖的一些东西 他喝的那些 因为他是用酒精 米酒然后进去煮的 然后直接灰花 他好像觉得酒精都烧掉了 事实上里面还是有很多 酒精的含量 那你喝下去 都会影响你的这个酒厕值 这个对我们民众来讲比较危险 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喝酒 我知道我是喝酒 我不喝就算了 要特别注意 可是如果是吃这些东西 比较难有那样的 比较难控制 因为单纯喝啤酒 你就会知道了 如果你吃啤酒虾 你可能就不知道 你到底是几瓶啤酒 这个煮的 这个要特别注意 好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数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2014年 强制涉嫌出险的原因 那就像刚刚两位提到说 从加害人被害人来看 因为有时候是故事 驾驶人自己喝酒 那有时候是对方喝酒 有时候是双方都有 那如果这个数字来看 如果是驾驶人酗酒的话 理赔的键数有487件 那理赔金额不少 1000多万是吧 11多 11多 11多是吧 11多 光是为了这个 赔U1多 对不对 那每一件的理赔 就要到24万 那如果是对方酒驾 有42件 那理赔金有1000多万 平均每一件要到25万 那双方都有的 双方事故发生说都有 那平均每一件也要到18万 那我想这个可能 比一般的原因的理赔要来得多 可能是非时即伤吧 所以很严重 那刚刚两位都有提到说 以强制涉嫌来讲 如果是酒精航行金到0.25 那根本就是会不赔的嘛 那0.15到25中间是要追偿的嘛 是吗 以强制涉嫌来讲 以上 0.15以上都是要追偿 都要追偿 那既然是都要追偿 怎么还会有这些赔款的数字呢 因为我们要先赔啊 我们要先赔啊 赔完以后才可以追上 赔了才去追 而且要依责任 那追的不一定追的回来 不一定追的回来 那有的时候他已经 自己也是 自己身旺 所以就没有办法追 所以才会有这些数字 不断的在累加 那通常我们如果说是 在一个什么情况 这样讲好了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其实强制涉嫌也会不赔的状况不多嘛 那0.25以上的这个算是犯罪行为 是其中之一 那我记得丁肇指引人在节目当中 常常会讲到这个五大天条 是 所以除了这个酒后驾车这个天条之外 还有什么天条 有 还有那个 那是酒条的 特别再跟他们说明一下 强制涉嫌 第二次条里面有规定 我想提到五大天条 是 第一个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酒后驾车 因为饮酒造成的这个 第一个就是吸食毒品 阿维他命这些 这些非法类的这些东西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故意行为 故意行为 第四个是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 第五个就是 违反大陆交易安全规则 21条和21条之一这个部分 这是我提到的 在强制涉嫌的保险 这五大天条 你驾驶人 被保险有做违反这五条 那保险公司会先给付给受害人 因为他是无辜的嘛 那赔完之后 会去做这样的追查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 应该说 因为强制性质保险 是要保障交通事故的受害人 所以基本上这五大天条里面 其实基本上在商业保单里面 任意显示不赔的 属于不保释项 那为了符合这个 我们想说 维护交通 大陆交通安全规则 以保护受害人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先出面给付之后 再带位回来追查 基本上也是属于不赔的部分 所以不是认为说 反正保险公司会赔 赔完之后 就没事的 不是不是 保险公司赔完之后 就会是办理追查作业 我这边特别举一个实际的案例 就是最近几天不是有一个高雄 两位少女无照驾驶 无照驾驶后面乘坐 警察追他们 大家都知道这个案件 那他无照驾驶 他出去就跟个小车子撞在一起 这个骑摩托车的他的朋友 他的责任就应该蛮大了 然后你是这种无照驾驶 这个我们强制骑车责任保险 要赔给受害者 以后会来跟他带回求查 要特别特别注意 所以不是说 你这个年轻朋友 虽然暑假过了 开学的父母亲有 这个帮别人 他父母亲有买车 但是你的同学没有驾照 你也不能借他 要特别注意 在法条里面提到 您刚刚讲的这个无照驾驶 也提到月几驾驶 那这两个差别是什么 比方说我没有汽车驾照 但我汽车驾照 那这样是算汽车的无照驾驶 还是算月几驾驶 其实这个 其实我们法条写的是违反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21条 和21条的规范 那21条基本上 它就是属于小车的 这些无照的部分 那21条之一就是属于大车 你在用这个大车的这个无照驾驶的规范 只要属于里面的话 因为它的项目很多 大家一般人不太了解 那简单来说就是 这个你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你没有驾照 第一个是没有驾照 21条就小了 就是没有驾照 还有你拿学习驾照 你是去开车 这种是属于这个21条 那21条之一的话 它就是你这个 没有驾照开这个大车子 连接车是不行 它罚则是比较重的 那其他的话 比如说像有越级 比如说你拿的这个普通重银机车 骑大型重银机车 就不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不管哪一种驾驶 总之都是违规 是违规 都是违规 所以千万不要违规 因为罚则是很重的 好 我们休息会再回来看一下 在强制汽车也好 任意汽车保险也好 我们消费者应该更特别注意的 特别是跟贺球有关的部分 休息会再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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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不管我们讲强制车险或者是商业保险里面附加的酒藏险 其实真正的目的都是要保护受害的一方 并不是在保护驾驶人 但是我想有些驾驶人差异性非常大 比方说以我自己来讲我从而不喝酒 所以酒后驾驶对我绝对不是问题 可是对于比较有喝酒的必要的朋友来讲 纵使是您真的不愿意酒后驾车 可是万一真的在某些特色状况底下发生这种状况 那你开车你又不希望因为你自己不小心造成别人的伤害 我们刚来没有提到酒藏险 可是我想请问两位 像我我一定不会附加酒藏险 我不会喝酒 可是车子会借别人看 我也不会借会喝酒的朋友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商业车险里面 我们如果附加酒藏险有没有道德危险的考量 我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保险公司要保一个酒藏险 既然酒驾就不要保它 你干嘛保它 其实这个很古早以前保险公司就是不保的 因为当时就很多车辆 很多人被这个有酒驾人撞到 因为我没有酒驾 但是我被酒驾人撞到 所以它是很无辜的 所以才在我们所谓的第三人责任险 这个助管教练要求我们这个各产险院约要开办这个酒藏险 所以酒藏险只能在第三人责任险附加 其他的险种是没有附加的 比如说像车底险 车底险有假释 已是 已是 但是通通不能附加酒藏险 为什么 如果附加下去就好像真的 有喝酒 间接鼓励 对啊 有喝酒 车子准备换新了 把你修轻一点 这个是绝对没有 所以我们是保障 被你撞到就车祸受害了 这样的思考逻辑去设计这样的险种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酒驾 但是不晓得主持人有没有吃姜母鸭或布丁 没有 如果通通都没有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是不需要了 一般我们中国人都会有这种习惯 都会补身体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真的还是为了安全 因为你超过0.15 一达到你不知道那个标准 超过0.15到0.25 这中间一个缓冲值 你只可以用我们的酒藏险来 给付这个包围机 是不是还是不错的 是 那酒藏险是折耳险没错 可是对车内的乘客 有没有提供保障 是 因为这个部分来看到 我再先补充一下 其实酒藏险并不是说一个万零单 说我保了酒藏之后就没事了 我刚才提到它的保障 是在0.15到0.25以下这个部分 它可得到酒藏险的cover到这个部分 但是超过0.25以上 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到 超过0.25以上就是犯罪行为 那犯罪行为一发生的时候 属于这个部分来讲 你最后对法院判刑确定之后 那保险公司就会去要求你还还 我所给付出去的保险金 所以不是万零单说我今天保了这个 附加了酒藏险之后 那我就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 一个这礼赔金的保障 没有如果你真的超过0.25以上 很抱歉你还是要最终是 去支付这个礼赔金的一个当事人 那另外反过来看的话 刚才我们招贤人提到 它最主要是保障交通事故 受害第三人 所以这样的法条在设计 商品在这里基本上 它只在责任险这一块 那责任险来讲是属于第三人 就除了本车驾驶跟乘客以外 车外的这些人 差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至于我们本身驾驶 就刚才提到了 我开自己车的情况下 你知道喝酒 我们一直在宣导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你就不要去开了 那反过来看你乘客的话 你也知道他已经都喝汪了 你还敢坐他的车 那你也是某种程度是共犯之一 所以你应该是提醒这样的事情 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真的他发生了这个事故的时候 你是乘坐在车辆里面的人 你的风险是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我们最主要 酒藏险是在保障受害的第三人 车外的人才是 对 车外的人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基本上这个是没有在这个部分的 一个保障范围之内 我们讲的残险的很多保险的附加险 其实它都有可能有危险逆选择存在 对吧 比方说洪水 如果他确实他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他就不会附加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讲酒藏险 就像我一定不会去保 很爱喝酒的人就有可能会去保 所以保险公司真的也是很伟大 因为明明知道就是有这种问题 可能的有这种需求的人 被他撞到的人 对 有这种需求的人他才会来保 虽然是被他撞到的人 可是赔款是你不在承担 所以我不知道从保险公司后端来看的话 有没有什么机制来控制 比方说有没有限一年不能陪行超过多少次 或者是有没有规定说这个人记录很差 明明不给他保 或者加费 有没有就酒藏的本身有吗 没有限制多少次 那其实因为如果限制被他撞到的人 第一次有 第二次没有 那第二次人就倒霉了 是没有 那反而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习性不好的话 每一家大家在看你的这种习性不好 我们都会特别的审核这个保单 甚至会不成保 就是有不好的记录的人 所以大家要特别爱惜自己的记录 这会跟着你一辈子 那特别注意 另外补充一下 其实保险公司在酒藏险的筛选里面 基本上除了说 因为这是属于商业保单 商业行为 基本上它核保的手段就会进来 依照核保的风险去评估 你这个车辆的一个使用状况 另外对于酒藏的这个酒藏险部分 基本上它是有加费的一个这个部分存在 那它加费是因为它是责任险的附加险 所以你当你造势的时候责任险被加费了 它依照它加费 这保险费的比例 目前来看市场上 事到时这个论举的比例 再洽举这样的费用 那你有招式的话 它隔年是保费是 这个部分酒藏是要加倍去 加倍去给付你的保险费的 所以除了说 除了商业保单里面 除了我合保的选择以外 在保费部分还是有这个加费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的 那酒藏险的保费贵吗 我刚才有提到 酒藏险它是责任险的负加费 责任险的负加费 它用责任险的保费 因为现在市场的一个自由化之后 它每个各家的汇率不等 目前是大概5%到10这个range 都有各家在 因为它依照它的损失经验 各家经营的成绩效 去计算保费不一样的 等于责任险再加5%或10% 就等于你就得到0.15到0.25中间 2.9%的保账这样子 那当然对保险公司来讲 某个程度其实也是 驾驶人的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不晓得保险公司 有没有为了不要让这些人 你的被保险酒后开车 可是他真的喝酒了 保险公司有没有提供什么 我来帮助你一下 解决你回家的困难 特别讲酒后代价的那种 特别服务 有一些VIP的客户是有这样 提供他 他有次数的限制 对 等下才可以VIP 就是你的选择保障比较多的 保费比较多的 这种就会有这种特别的VIP 所以有些公司是 基本上VIP的客户 其实真的用到也不太多 因为他们有司机是吗 这些还没有司机 但是有这个服务还是比较好吗 有这种特别的服务 这也是一个社会安全和保护的案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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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